部落格吉他安特别寿民给民国40到49年次出生的族人 维拉乡长阶级 50到59年生的维拉部落阶级 60到69年生的维拉将军并授旗 在部落有了阶级几名称 寿民的阶级成员表示非常开心 感觉有了阶级地位和使命 更愿意为部落付出传承 非常的开心 至少我在讲直白 在我闭幕之前我们有一个拉部落的 从今天开始以后 我们就是正式会在部落里面成为一个阶级 而且我们会更尽心尽力的为部落来服务 为部落来做事情 来为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的传承而努力 部落主席陈威华表示 部落年龄阶层在民国1月26年左右 圣德拉阿滨阶级后就已中断长达50多年之久 而部落格基丹也说明 从前任格基丹的传述中 也许是因为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 在年龄阶层的要求和标准非常严苛 做不好就受打 而造成当时的伯格隆外阶级不敢参与 更使得没有青少年愿意继续进阶到青年阶层 而开始中断 年龄阶层是阿民主部落基本的社会结构 也是公共事务硬作的基础 俗人出生先后气氛前辈跟后辈 形成一个基本伦理 后辈尊敬前辈 前辈爱护后辈 日常生活中 工作跟食物 甚至居所 更有长幽有戏的伦理观念 龙昌部落公创的年龄层 今年总算补上 寿敏德阶级表示 愿意付出新力 为部落服务 迷迹象星 附赠传承部落的传统文化 原始新闻发布了 他从东河采访报道